这四个发明项目呢 都与我们的安全感有关 那究竟这个发明是什么呢 我们看秦老师手上 您这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锁吗 对啊 我今天特意带来了几把防骨锁 这是防骨锁 对 我们古人的智慧 我大概可以介绍一下 金属的锁挂锁呢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黄片锁 它的内部的锁性结构是黄片结构 那么这个锁呢 它的形状啊 这个锁筒这方面是圆的 在民间啊 也被称为暴障锁 因为它像民间的暴障 那么这种锁呢 我们看一下端面 端面上面是三角形的 下面是巨形的 那么这个锁是出现在明清时期以后了 这种锁就比较常见了 那么开锁的时候 只要把钥匙啊 从我们的钥匙孔 另外的钥匙孔啊 给它推进去 那么这个锁就可以打开了 它的锁性啊 一般是三个黄片 所以说也俗称为三黄锁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把锁啊 这把锁是文字组合锁 那么特别类似于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密码锁 你像我们的古人足够有智慧吧 那个时候就有没有钥匙的锁 是文字组合锁 那只不过说那时候 文艺阿拉伯书字 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一些 一些生属的一些文字 或者说我们的中文去组合形成密码锁 那么这种文字密码锁 跟现在的这个密码锁是一样的 是正确的文字组合 这个锁是可以打开的 如果说只要有一个文字是 是错的 那么我这个锁是没法打开的 那这个锁就锁定了 所以说我们的古人智慧 还是非常巧妙的 好 谢谢秦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三把别致的锁